因为刚好我们的曲子里面有一首是温春曲 那是台湾的作主家对于台湾的这个 春天的风光名媒编写的一个曲子 那因为通常我们在二月的时候通常都会过年嘛 所以他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呢 他就加了一些模仿魔果的声响 所以你等一下听到的有些声响 因为这听起来好像不是旋律 就是会有一些模仿魔果的声响啊 听起来就像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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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感觉 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温春曲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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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